好,各位骑友大家好,这番骑是今天7月12号进行的农情杯中国选拔赛 由黑方丁浩对战白方柯杰,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走了一个对角,之后各自手脚,这个布局双方下的还是非常扎实 之后白骑夹击,黑骑逃跑,白骑再往左边碰,想在这里做根据地 然后这里的定型,黑骑如果说爬的话,木属非常不错,不过白骑也就走后了 所以说实战黑骑长,然后白骑拆回,黑骑往脚上这里做活 之后白骑左边拐住,是非常大的一手骑 白骑直接安定,包括脚上这里,以后二路打拔,黑骑如果说不补的话,脚上还有后续的掏空手段 不过现在往这儿补一手,黑骑可以往上夹过来 白骑脚上不活,跑的话,黑骑可以顺势在上方成空 这里黑骑的潜力也很大 所以说白骑选择拆边,那黑骑就往左边爬 这两个要点,双方肯定都能走到一个 之后白骑继续抢大场,往下拆边 左边既然白骑没有选择补的话,那这两颗子就无所谓了 黑骑要是扳头,白骑只要把上面逃跑就可以了 实战黑骑右边拆,然后白骑打入 黑骑飞锋,白骑直接冲断 黑骑如果说想封锁白骑的话,也可以打吃完之后贴住 这样白骑外面就跑不出来了 上面拐住补一手,黑骑可以贴住 不过白骑这两颗子也是可以气了的 这个地方白骑可以靠完之后断 黑骑打吃,白骑长 实战黑骑单长,那白骑就跑出来 之后黑骑再往这跳一个补骑 白骑如果说直接出头的话,就是连续往前压 不过这样黑骑也就顺时走后了 以后上方拆二,这里可以全部成空 这两下白骑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反攻黑骑 实战,白骑继续捞空 然后黑骑飞锋,当然这里是锋不住的,黑骑弃井 白骑再往前连续压,然后震过来 黑骑也往这大飞 这样黑骑出头还算是比较顺畅 之后白骑往这点,也是想拿捏黑骑的骑形 右边这里可以分段,所以说黑骑小尖连回 下一手骑AI的建议是白骑往路小尖搜根 虽然说脚上还是比较薄 但是实战白骑往这儿补一手的话 黑骑贴住,黑骑的眼位更好了 然后白骑脚上还是有薄位 以后黑骑往三路点的话 这里白骑也比较脱疼 之后白骑往右上脚点 接下来有个二路透过 所以说黑骑顶住,阻度 那脚上这里还留下了一些余味 白骑先埋下伏笔 然后继续往下方围,黑骑跳一个 实战白骑拆二,黑骑虎下来 那这个地方也就没有继续围空的价值了 所以说白骑小飞进脚 黑骑左边搬,白骑飞出 然后黑骑往上靠出 先把这块骑出头 普通来说白骑是要补一手的 那这个地方补骑的价值也很大 实战白骑往右边虎一个 这手骑直接影响到双方的根据力 那不过上面这里黑骑搬完之后沾 就先手便宜了 白骑还必须要补 不走的话黑骑可以搬下去 那这里往二路打吃 再爬一个,要出骑 所以说白骑联络 黑骑再往左边飞 攻击白骑 白骑跳出 这个地方黑骑继续跳一个野心 虽然说白骑往右边可以联络 往上面也可以联络 白骑暂时不用补 但是因为考虑到白骑下方 这个拆二的配置 位置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黑骑点过来之后长 这里也可以形成一块模样 实战黑骑还是往右边虎 比较看重这里的根据力 那白骑左边靠压完之后再长 把这里的骑行补完整 黑骑顶住 白骑先往上靠一个 这个是一个要点 如果说白骑直接挡住的话 那黑骑左边还可以扳断 打吃 所以说白骑先靠住 然后再往这挡住 那这样的话 黑骑不管是左边冲还是扳 都会形成一个虎口 而且挡住的话 紧住黑车器 以后白骑左边还有手段 就是这手扳 扳的话黑骑不能挡住 不然的话白骑断打完之后 打吃就出骑了 黑骑只有粘 那白骑二路断打 再从这打吃粘回 这样的话 黑骑外面这里的气也就被紧住了 白骑的木树也便宜 实战黑骑往右下角跳 还是瞄着脚上这里的薄位 所以说白骑直接二路断毡 全部补好 之后黑骑往二路拖 这个地方主要是黑骑左边有接应 如果说白骑扳下来的话 那黑骑可以反扳 断打黑骑就反打 可以把白骑分开 而且白骑的空就被掏掉 所以说白骑扳在左边 还是稍先委屈 黑骑顺势连回 那右边这块骑黑骑已经完全活干净了 之后白骑一路扳 外面还要补骑 补得最为稳妥的话 就是虎在这里 实战白骑也是追求更高的效率 往这儿飞 稍微破坏一些黑骑左边的空 之后黑骑往中间飞 威胁白骑大龙 白骑跨断坐野 然后黑骑往路小间 白骑挡住 黑骑再往右边打持 之后白骑左边拐住 这样的话 刚才这个斑的手段就不存在了 主要是白骑想把左右两边 这两块姑骑全部联络在一起 所以说再往中间靠住 之后就看上方这里的定型了 黑骑脚上这里还有味道 然后先往路点 这一手骑就看白骑如何定型 往前压的话 黑骑随时爬回 目数便宜 冲断的话 黑骑可以利用弃子 然后把这里全部包扎住 这样的话顺势也就把脚上这里的味道补掉了 因为白骑上面连不回去 这里也出不了骑 实战白骑选择反击 先往脚上爬 黑骑虎一个 然后白骑往路小间 这个也是一个妙手 黑骑如果说想杀骑的话 往二路搬 那白骑可以先挤一个 然后上面团住 这样的话 等黑骑沾上补断 白骑往右边打吃 还是可以做活 实战黑骑也选择反击 往左边跳一个 破坏白骑的眼位 白骑刺 黑骑站 这个地方黑骑的联络是存在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白骑顶住 然后把黑骑封锁的话 黑骑可以扳完之后 先紧弃 然后再往外面断 这个地方就非常复杂了 实战白骑还是简单补活 黑骑点一个先手 白骑补齐 之后黑骑往中间这里扳 然后再长一个 白骑补断 黑骑再往一路倒虎 还是要杀脚上这一块 然后白骑搬出 黑骑拐住 白骑直接往这扩大眼位 黑骑搬 缩小眼位 再沾 那白骑肯定是无法近活了 所以说白骑先沾一个 把黑骑分段 然后选择铺结 这个地方就形成结针 然后黑骑先提结 白骑往上沾 黑骑这几颗子也不能被断吃 爬回 白骑提过来 黑骑往一路小间 这里白骑还有断链 白骑选择跨断 黑骑提 然后白骑往右下角 这里刺一个 这个地方 其实黑骑 沾上是最好的 沾的话 白骑提结 黑骑在左边这里打持 还是能找到结彩 白骑反打 黑骑可以提 如果说白骑 把脚上这个结 消掉的话 黑骑可以往左边打持 虽然说以后 白骑往这儿断的话 还是会形成结针 但是现在白骑也来不及动手 白骑还是要先在右边补 黑骑回过头来 可以在左边补骑 这样转换的话 黑骑也不错 实战 黑骑是把这个结 消掉了 先把右上角的木树拿住 那白骑往下断 这样的话 黑骑两边都不活 先往下方补一手 防止白骑二路点破野 下方这块骑先活了 右边这里 白骑搬下来 黑骑提结 要形成一个结针 之后白骑往上顶住 提过来 下一手骑 黑骑可以说是降了非常多的胜率 本来还是黑骑优势的局面 这一手骑 直接就把胜率全部亏掉了 黑骑这个时候 应该选择补一手 虽然说还是存在这个一路打破眼的手段 还是会形成结针 但是黑骑也不怕 黑骑的结财肯定是可以找到的 至于白骑要是往左边这里先断的话 那黑骑就直接不管了 可以把这块骑气掉 提过来 先把右边做活 白骑吃通左边 然后继续收关 这样的话也是黑骑比较优势 实战黑骑往上挤一个 想把白骑断开 但是这个地方 白骑往右边动手的话 一手骑就可以把黑骑杀掉 实战白骑走的是一路打 这个地方白骑不够细腻 AI的推荐是白骑往二路夹 这样的话同样是可以杀骑 但是这样的话黑骑就彻底死掉了 也没有太多的味道 实战白骑一路打的话 这里还是存在隐患 我们先看实战 黑骑断吃上面这一块 然后再提截 当然白骑可以往这打破眼 以后这个地方 黑骑是可以沾的 沾的话白骑只能不断 然后黑骑可以再往中间冲 那白骑大龙要联络 黑骑右边打吃先手 再冲 白骑连回去破眼 虽然说黑骑不活 但是黑骑往这儿断的话 可以紧住白骑的气 这个地方黑骑再往中间冲 因为白骑左边这块气也是个负担 不走的话会被黑骑斑断 还不活 连回去的话 那中间这里黑骑打吃的话又可以吃通 所以说至少黑骑在这里 以后有些木树上搜刮 实战黑骑先往左边点刺 然后虎一个 这个时候黑骑的局势已经比较不利了 只有想办法利用右边这块死骑 然后在中间这里做文章 但是黑骑虎在这里的话 并没有选择往前冲 那白骑完全可以拐住 补一手 这样的话全部补好 也是白骑优势 可能白骑是觉得 左下角这里不走的话 被黑骑跨断 那脚空就围住了 因为白骑冲断的话 黑骑可以夹一个贴住 这样的话全部围好 白骑如果说顶断的话 黑骑往右边这里可以断 这个也就是之前白骑在下方 没有选择虎一个补骑 而是选择飞 产生的一个缺点 断完之后 黑骑还可以再送一个 如果说白骑打吃 那黑骑往前冲 白骑也断不掉 这里还有双打吃 白骑如果说冲下来的话 那黑骑拐打 就算白骑往这开截的话 那这个截对于白骑来说 也非常重 直接就影响到脚上的死活 所以说白骑下的也是非常狠 中间这里还是非常薄 但是白骑继续捞空 之后黑骑往中间冲 白骑跳回 黑骑如果说这里出不了骑的话 目数肯定是不够了 但是下一手骑 黑骑往这儿护 可以说是最终的一个败招 这个立方 黑骑还是应该先沾 然后把刚才这里的变化 全部交换掉 黑骑再冲的话 因为白骑中间气景 就像我们刚才摆的变化图 那白骑只有往右边连回 这样黑骑可以先手连回这颗子 再往其他地方收关的话 还可以拼一拼关子 实战 黑骑显然是心态也比较着急 选择在下方补断 把这里的目数撑住 那白骑往上冲一个 先在上方这里有一通搜刮 黑骑在补齐之前 这个时候往右边沾 冲一个 然后白骑选择顶住 黑骑往上方打持 靠住为控 白骑顶 黑骑也不敢断 断的话白骑打持完之后 再往中间打 那这里又形成一个截针 这个截白骑是没有负担的 所以说黑骑只有沾 当然白骑也不能沾 沾的话黑骑往这一冲 白骑就被全部断进去了 所以说白骑先手双一个 这样的话白骑先手定型 然后再往脚上继续捞空 白骑就完全不打算 在中间这里补齐了 然后黑骑往右下角一路斑沾 先把这里的关子收掉 然后在右边动手 这里顶住的话 白骑实战是补在上面 沾 想把黑骑全部包住 我们来看 如果说白骑往这儿 虎一个 其实也可以 黑骑冲的话白骑断 右边铺一个 沾 那白骑可以度过 这样的话 这里黑骑的气景 也不行 白骑沾 然后黑骑挖 接下来就看白骑往哪边打持了 往右边打 肯定也是出不了骑 不过当黑骑跑出来的时候 白骑可能来不及沾 沾的话 黑骑还可以继续跑 会紧住右边的气 白骑要团在这里 那黑骑沾 白骑右边挤 这样的话白骑还是可以全部连通 但是这里被黑骑冲一个 白骑必须要在旁边这样紧气 中间这里的目鼠就稍微亏了一些 不过白骑也完全可以 还是白骑优势 实战白骑往左边打持 这个地方白骑吓得非常狠 要把黑骑全部吃住 之后黑骑长 白骑跳一个 黑骑再往这碰 还是想在这儿借劲 而且就算白骑左边这里跳了一个 还是存在这个挖断的问题 白骑要注意 实战白骑扳 然后黑骑往脚上拐住 再往中间冲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白骑还是断打的话 黑骑可以反打 白骑也就不敢再沾了 不然的话左边这个挖断就成立了 白骑刚好有两个断底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骑选择补齐 然后黑骑在下方点刺 不过这个地方 AI觉得白骑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说完全可以选择不管 直接在右边自补一手 就算下方这几颗子被黑骑断吃的话 还是白骑优势 不过很显然 白骑在这里定型的话 就打算一毛不拔 黑骑点白骑就占 右边白骑已经算准了 黑骑出不了骑 之后黑骑沾 然后白骑打持 黑骑再断 白骑先把这连回 然后黑骑往一路立 最终走到白骑往上面断的时候 黑骑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地方 黑骑继续走的话只有打持 白骑可以先往右边打 然后断掉这两颗子再补一手 黑骑也是完全出不了骑 那这盘骑也是相当的精彩 在右上角这里的定型 最终形成了一个截针 其实这个时候还是黑骑优势的局面 白骑找下方这个截裁 赐一个 黑骑如果说连回大龙的话 左上角这里 黑骑也是可以找到截裁的 所以说这个截针 黑骑完全可以跟白骑拼下去 还有就是黑骑出现的一个致命失误 就是在右边这里 当白骑往这破眼的时候 黑骑应该早点补一手 这样的话白骑在其他地方找结材 黑骑就把右边做活 这样的话还是黑骑优势 黑骑选择往上挤一个 那判断肯定是出现了失误 最终右边被白骑吃住 黑骑吃住上方这块形成转换 但是由于白骑往一路打持 并没有选择二路夹 所以说这块骑没有完全吃干净 黑骑在中间这里 还是可以形成一定的木树便宜 这样的话 至少黑骑还可以再拼一拼收官 但是实战的话 黑骑这里并没有交换掉 导致后来白骑左边大龙也连回去了 黑骑再想往右边这里出骑的话 最终被白骑全部吃住 好那这番骑就给骑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